大家好,欢迎收看 茂生说 汇率到底是怎么决定的? 这是一个经济学理最基本但又是最复杂的问题 直到今天,经济学理也没有完全解决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 许多经济学家已经证明了汇率的影响因子无非有两个 通货膨胀和利率 但到底在不同的经济模式、经济制度中 在不同的时间点,这两个因素到底如何相互作用来影响汇率的变动 无论是投资还是投机 如果想判断或预测汇率变化 那还是应该了解一下在经济学理到底什么是汇率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汇率 这篇文章里,我会告诉你所有关于汇率的那些事 看完这篇文章 你应该会明白经济学理那些最基本的决定汇率的因素 而且你会明白为什么预测汇率波动会那么难 我们从最基本的开始说 一,汇率的基本概念 经济学理我们说汇率 简单讲就是只用一种货币的价格来表示另外一种货币 这就意味着汇率可以用两种方式来表示 首先,你可以说一美元可以带给你0.7英镑 那么美元英镑汇率就是0.7 或者,你也可以说一英镑能带给你1.43美元 那么英镑美元汇率就是1.43 正凡怎么说都对,但好像有点绕口 于是,经济学理就有一个约定俗成的做法 就是衡量用多少外币可以买到价值相同的本币 即本币外币 假设你是美国人,美元是你的本币 那么你就可以理解为美元对英镑汇率为0.7美元英镑 同样,英国人可以理解为英镑美元汇率为1.43 二,供给与需求 那么,了解了汇率的基本概念以后 大家肯定想知道汇率到底是怎么决定的 最通俗易懂的答案是 汇率其实就是由外汇市场上的供给和需求来决定的 所谓的外汇市场其实并没有实体交易场所 比如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等 这些外汇市场都是隐匿于消费者和普通人群背后的 这些人想进行交易的时候 一般就会去找银行 虽然他们的交易行为看不见、摸不着 但汇率仍然还是由外汇市场上一笔一笔的交易所 造成的供给和需求的波动来最终决定的 如果市场上对一种货币的需求上升 例如你的本币美元需求量大幅上升 那你在兑换外币比如想买欧元的时候 就可以用更少的美元去进行兑换 换言之,相对于你的本币美元 外币欧元就贬值了 相反的 如果市场对外币的需求量大幅上升 那你就需要用更多的本币去兑换外币 此时,本币贬值,外币升值 到这儿 大家明白了是供给和需求决定汇率 但本质的问题是 又是什么决定了供给和需求 经济学认为 决定供给与需求的 大部分其实是市场上 那些想利用不同国家商品价值的不均衡 来进行获利的交易者 经济学里有一个术语来称呼这种交易 套利 那么套利者是怎么利用两个国家不同的价格来获利的呢 这时,我们就得提一下几个最重要的汇率理论了 3. 购买力评价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 通俗地讲,购买力评价理论 PPP是衡量不同国家价格的方法 用特定商品的价格来比较各国货币的绝对购买力 简单来讲 购买力评价就是价格相关性 显示不同国家相同商品或服务的本国货币价格的比率 例如,如果一个汉堡包在德国的价格是3欧元 在英国是2英镑 那么德国和英国之间汉堡包的购买力 评价为3欧元对2英镑 或1.5欧元对1英镑 换句话说 在英国每花一磅购买一个汉堡包 就必须在德国花费1.5欧元 才能获得一个相同的的汉堡包 价格水平指数 Price Level Index PLI 通过将购买力评价 PPP 除以当前的名义汇率来表示一个给定国家相对于另一个国家的价格水平 如果一个国家的物价水平指数高于100 则该国家与与之比较的国家相比就相对昂贵 而如果物价水平指数低于100 则该国家与其他国家相比是相对便宜的 我们直观地看一下 下图是瑞士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 表示在每个列出的欧盟国家内购买相当于欧盟27 EU27 各成员国平均价格指数的100欧元的消费品和服务所需的欧元价格 这个表的意思是 在欧盟平均售价100欧元的商品 2020年在瑞士你需要花159.3欧元 这意味着瑞士是EU27中昂贵的国家 其次是冰岛144.9和挪威141.2 由于PPP估计值不是每年计算的 因此计算汇率需要推断基准年以外年份的PPP汇率 一般是用该国的GDP评检指数 限于篇幅 PPP汇率计算公式就不再次给大家推导和详解了 有兴趣的同学可自行搜索了解一下 4.一价定律 The Law of One Price 而一价定律认为 同样的商品无论在何地销售 用同一货币来表示的商品价格都应该相同 换句话说 如果两地的价格不相等 那么套利者的机会就来了 举个例子 假设美元英镑的价格是1比1 但你观察到某种商品在美国的均价 只是英国售价的80% 那么你就可以使劲地在美国亚马逊上买这种商品 然后到英国去销售 获得20%的超额利润 那么很多英国人 以后就会想从你这儿来购买这种商品 但由于美元是你的本币 所以英国人就必须首先获得美元才能购买 因此 英国客户的银行就会进入外汇市场卖出英镑 买入美元来帮助英国的客户进行结算 逐渐的这就会让英镑贬值 美元价值上升 随后 美元和英镑的价格会不断朝反方向前进 直到美元价格过高 导致在美国市场购买这种商品不再有价格优势 超额利润消失 套利的机会也就停止了 由此 表面上反映出的 就是美元对英镑汇率达到一个均衡不大幅波动的状态了 但一价定律也存在一些问题 它没法解释所有的汇率变动 因为首先不是市场上所有商品都能被交易 其次国际贸易是存在壁垒和额外成本的 同一种商品在不同国家的价差不一定 会完全转化成套利者的利润 从而同比例地影响两种货币的需求和供给 因此 我们就需要有一个能进一步说明决定汇率变动因素的理论 这时就出现了利率评价理论 5.利率评价理论 interest rate parity IRP 我们先想一个问题 在外汇市场上进行交易的货币都是实物的纸币或硬币吗 肯定不是 在外汇市场上进行交易的货币大多都是数字而已 或者说是仅仅存在你银行账户里的钱而不是现钞 但银行账户里的钱虽然无影无形 但却能带给你利息收入 当各国利率存在差异时 投资者通常希望将资本投向利率较高的国家 这种套利行为会导致资本的跨国界、跨市场流动 但最终投资收益能否实现不仅取决于利率水平的高低 而且还取决于汇率水平的预期变动 如果汇兑损失超过了利差收益 那么投资者照样会蒙受损失 所以为了规避汇率风险 套利者一般都是在远期外汇市场上 卖出高利率国家的货币 而将汇兑风险在及期进行锁定 所以 IRP简单说 就是无论你用本币在国内进行投资 还是外币在国外进行投资 你所获得的收益应当是相同的 如果不同 就会出现套利机会 公式给大家展示一下 就不过多解释了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仔细研究一下 直接上图举个例子 或许更生动一些 假设你现在美国持有5000美元 美国的集期利率是3.4% 那么在美国一年后 你的投资收益是5170美元 5000 左元括号 1加3 4% 如果美元欧元集期汇率是1.273 一年后 远期汇率是1.2584 欧元区集期利率是4.6% 那么现在你把5000美元换成欧元 能获得3927.73欧元 在欧元区投资一年后 会获得4108.405欧元 3927.73 左元括号 1加4.6% 然后一年后 你在远期将收入换回美元 仍然是5170美元 与你在美国投资一年的收益是 完全相等的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现在你一旦发现 欧元区汇率偏低 一年后 你用欧元投资的收益 在锁定远期汇率的情况下 比在美国用美元投资要低 你一定会把资金带到美国去投资 这就产生了套利机会 如果市场上大部分的投资者都这么做 则对美元的需求将大幅上涨 这就意味着 欧元会不断下跌 此时 欧洲央行为了维持欧元稳定一定会升息 把利息上升回到4.6% 让套利机会消失 套利者退出市场 资金流动停止 热钱 离开以后 又回归到均衡水平 平时大家经常看到 各国央行不断升息或降息多少基点 其实就是在均衡这种套利机会 从而调控资本和资金流动 但是 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把钱放到银行里 如果你有外汇 你当然也可以尝试投资美股 去欧洲买房子 去赚比利息高得多的收益 哪怕你不进行任何交易 你也有可能因为所持有外币本身不断的升值 而获得收益 所以 汇率看似好像很深奥 其实也很简单 不管汇率以后怎么变动 货币政策如何调整 大家都可以对耗入座上面几条 就以俄乌为例 卢不大幅贬值 为什么俄央行突然要把利率上调到罕见的20% 所以现在大家应该明白了 汇率 利率 资金 资本 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 税率等等 这些都是息息相关 不可分割的 现代国与国之间的较量 早已不是冷兵器时代的刺刀剑红 资本的时代 货币的战争 其实早就开始了 而且离你我并不远 只是你可能没有感觉到而已 以上所有内容及观点 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不代表任何机构 亦不构成市场交易或投资建议 最后 感谢你的收看 我是茂生 要是觉得 视频还可以的话 麻烦订阅我们频道 您将会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更新通知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